Hello 大家好 2024年8月13日 首先说一个坏消息 在简体中文区从昨天晚上开始盛传 说伊朗的军方正在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宣称将以合法坚决的方式报复以色列 为啥先说这一句 因为昨天晚上老王还临时加更了一起 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 分享的消息就是路透社纽约时报等等 这些英文媒体都报道的一个消息 说哈梅内伊已经宣称取消对以色列的报复计划 那怎么简体中文区的消息和英文媒体的消息 完全是拧巴的 我今天早上又搜索了一圈 大部分转载这两句话的 伊朗在进行军事演习 哈梅内伊说坚决报复以色列 同时还有一句话叫以色列官方声称 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发动袭击 搜遍了英文的网站 包括以色列的所有的官方网站 因为只要是一发生一些国际上的事情 老王这几乎就不看简体中文区的媒体了 所以最近几天关注俄乌战争 老王就几乎没办法去提及 涉及到中国墙内的一些事件 所以翻遍了英文区和以色列媒体的结果 就是根本没找到这句话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公开声称 向中东派遣航母战斗群和潜艇 报道这件事情的媒体 美国之音 中国新闻网 新华社 环球网 央视网 新浪军事 所以这些消息和昨天老王跟大家分享的 英文媒体的消息 根本就是一个二次元 所以今天早上录这期节目之前 我还纠结了半天 再仔细一想也没啥纠结的 当年美国进攻伊拉克活作萨达姆的时候 萨达姆的宣传部部长萨哈夫 扮演的不就是这个角色吗 让伊拉克人民和现实世界活在一个二次元里 美军都已经打进巴格达了 萨哈夫坐在直播间里还在那吹牛 今天我们英勇的革命卫队又消灭了多少个美军 俘虏了多少个美军 击毁了多少架飞机 多少架坦克 一直到美军的士兵端着枪 跑到了直播间里 打断了萨哈夫的直播 萨哈夫同志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伟大领袖 萨达姆同志已经坐着飞机跑路了 是吧 所以嘞 二次元就二次元吧 尽量少看简体中文的这些资讯 看完了脑子会乱的啊 可以确定的一个消息是 在2024年的8月18日 也就是五天之后 越南的新任总统苏林同志 要正式访问中国 所以老王就只能跟大家说一句 看看之前我对越南的评价 越南的改革 无论是私有财产啊 三权分立啊 取消户籍制度啊等等这些改革 一系列的利好的改革 向着宪政民主方向的改革 都是在软富重 软中富 在老独裁老必养的干涉之下 戛然而止的 所以呢 现在还身在越南的朋友 咱们也甭抬杠 我只是说了一个预期 自从软富重 放出苏林在越南搞大清洗 把南方派或者叫南越的改革派 全部全部清洗掉之后 越南的所谓民主化进程 就就就彻底废了 你就看苏林上台之后 先后去的这几个国家吧 先去缅甸柬埔寨 再去访问俄罗斯 面见普京之后 又来了大中国 还有好 所以呢 很有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 苏林主政之后 越南全面倒退 来场伟大复兴的 这个速度 会比中国更快 中国到现在用了十年 可能越南三五年就能达到中国如今的状态 而且中国到了2024年之后 明显的党政军一切都在加速 比以前还快了 大张旗鼓的 是吧 连小李子都给宰了 老江也死了 那不就毫无阻碍了吗 所以呢 可能再过两年 那中越又成了革命兄弟了 最后要跟大伙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是昨天下午 普京宣布解除陆军格拉西莫夫上校 对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指挥权 嗯 这不算好消息 好消息是啥 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任命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波特尼科夫 全权代理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指挥权 荣升指挥官 连升三级 为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前身叫克勒伯 克勒伯 反正就是一个特务机构 秘密警察 这帮货色啊 或者叫秘密警察的头子 所以呢 让这么一个特务头子 去带领一支部队 全权指挥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行动 大家觉得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呀 这种特务头子 那就是对外战争一窍不通 对内斗争 绝对专专业 是吧 那么咱就可以大胆的揣测一下了 波特尼科夫同志 走马上任官升三级 成为库尔斯克地区的反污行动指挥官之后 上台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和中国的官员 党棍酷吏 上台之后的做法完全一样 三班辅 第一班辅 对上表忠 这个就简单了 召开个发布会呀 召开个全体军官会议呀 发表一场讲话呀 紧紧围绕在以普京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军队幸福 绝对忠诚 可以了 第二班辅呢 那就是秘密警察最擅长的了 波尔尼科夫同志一定会搞一轮反腐败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 正反肃反运动 先把现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所有部队的中层以上的军官 来一轮大清洗 因为这事是他必须干的 首先一个 这都是之前的军队出来的人 军队培养出的士官将官 中层领导 谁会扶你个警察头子啊 特务头子啊 是吧 那你不听话怎么办啊 那就必须把你清洗掉啊 清洗掉了之后呢 再从基层提拔起几个懂军事 有专业有水平的军官 不可能 那就必须按照秘密警察队伍的一贯做法 从自己的老部队老手下里提拔一些亲信 嗯 就和现在你看 无论是北京 上海 广东 深圳 重庆等等 重要的城市 重要的岗位 除了福建帮 就是浙江帮啊 明白这个玩法了吧 一脉相承的 所以我说它是好消息 完全无法阻止乌克兰的脚步 那么把这支部队换上了一个特务头子 来几轮大清洗之后 在部队内部搞斗争 来玩反腐 之后呢 是不是就对乌克兰而言 绝对是一个重大利好啊 咱就打个比方 说中国对台湾开战了 三军总司令是蔡奇 开心不开心 嗯 你让蔡奇领一帮城管警察 去拆老百姓房子 那绝对干得漂亮 后半夜放火烧死全家房子 收归国有 顺理成章 你让他去指挥三军打仗 那台湾老乡 这真就是可以考虑下一步了 可以考虑乌克兰的这个战术了 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迂回战术啊 甚至咱这么说吧 俄乌战争爆发两年多了 一直到8月9号 乌克兰翻阅俄乌边境 对库尔斯克地区进行突袭 这个事件发生之前 全世界 无论是什么国际问题专家 军事专家 评论家 媒体人 政要 一切的一切 咱都别说这些中文博主了 包括我 谁能够算计到 谁能够想象到 甚至我这还愿意去一银一下 我一银都一银不到 乌克兰竟然敢反攻俄罗斯 是吧 这个局面谁想象得到了 可能 人类历史的偶然就是这么的突然 就是这么的意想不到 之前 每次一提起俄乌战争 无论是普京又连任的时候 还是美国 欧盟 北约又宣布对乌克兰进行大力支持的时候 老王这儿的评价就是一个 其实这一个评价是从 俄乌战争爆发第 11天 老王连续关注了11天之后 我就不关注了 结论就是 现在已经把俄罗斯拖进了持久战的泥潭 这场战争遥遥无期 等着吧 慢慢打吧 所以我就继续关注我的简体中文区发生的故事 就行了 所以之后每一次一聊到俄乌的话题 老王的评价就是一个 乌克兰绝对不会输 俄罗斯也绝对不会赢 好像很冲突 也好像很矛盾 但事实就是这样 谁想到了乌克兰竟然这么大胆 敢反客为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直接越境突袭 而且不仅仅是像以前 其实这种越境突袭 你看第一天出现这个新闻 老王都没关注 前边这两年多的战争 对俄罗斯大后方的什么加油站 炼油厂 电站 一些军火库 飞机厂 甚至搞两个无人机 去克里姆林宫的上方晃一晃 扔磕小炸弹 放一把小火 这都是干了好多次的事 原本我以为这也就是类似的这种事情 没想到 所以当我昨天晚上再看到 在库尔斯克州长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 网络传讯的方式 隔着大屏幕 向普京同志汇报 现在被乌克兰军队控制的定居点 已经达到了28个 被乌克兰军队控制的区域 已经超过了100多平方公里 其实这个数据 俄罗斯官方数据和中国的官方数据差不多 它里边的水分大 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还得当婊子立排放 立刻打断 这些数据军事人员会跟我汇报的 你就说关于民生和社会的问题就好了 聊完这事 直接就刚刚我说的好消息 把陆军的实际指挥官拉格西莫夫给就地免职 同时把自己的亲信警察头子 安全局的一个总长波特尼科夫 官升三级 所以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老王这直拍大腿 我靠 哎呀 这个消息对于乌克兰而言 绝对是重大利好啊 特别是现在这个前期阶段 立足未稳 最担心换上了一个真正懂军事的会指挥的 真是把在乌克兰境内的部队回掉一部分 国内从几个集团军抽调精锐 来个三面合围 甚至现在的先头部队被俄罗斯四面合围的风险都是有的 所以看到这个消息 行了 泽连斯基同志 可以睡个睡个安稳觉了 嗯 踏实了 感谢普京 也感谢秘密警察特务头子 波特尼科夫同志 你们就偷着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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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